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圣经九长老。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里面的新闻。今天,请我们来看。 今天,圣经宇宙大学,我们推荐。我们推荐按十月课程,第六课。第六课的题目是,有那一大国。有那一大国。 好,在我们要开始之前,请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主呀,祢是我们的主。祢的确是很伟大。 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无法来了解你的作为,因为我们实在想象到想不到。 你所做所谓的非常的完美。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祢。 我们请祢来跟我们同在。在我们学习经文。 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安息日的课本。这个课本对我们是很有价值。 所以,请祢跟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了解。 主耶稣基督,我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好。那么,先请我们来看。来看那个,我们的那个, 纯心节。好。我们纯心节是,在这个生命纪第四章第八节。 又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约练,像我今就在你们面前所称名的这一切, 立法呢 好,请再看下去 《生命记》的前三章 基本上是历史回熟 提醒百姓到那时为止的经历 到了第四章 行文风格起了变化 从历史回熟 转变成讲道风格 对此时的描述 不是为了满足历史迷的好奇 它的目的是要百姓看到上帝 好,再看下去 在他们中间做工 看到上帝在他们中间做工的大能 以典章 即便他们自己没有到主 所依旧落手 以他们的乐 好,再看下去 第四章开头的西伯来文 Vieta 一个连结词加一个复识的结构 以为 所以现在 之前他们才回顾 近期的经历史的历史事件 就是上帝一路以来为他们所行的大事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 到了他们要谨守上帝的吩咐 作为回应的时候了 好,再看下去 不可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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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散减 他以成功地 使人相信堕落之前 在天上所提出的理论 声称上帝的律法是有错误的 需要修改 这是撒旦在天国的时候 就有这个思想 所以就 判变 判变了 就 死了天国 分裂 分裂了 然后 撒旦和他的 使徒们 都被赶出了 从天国 都被赶出来 好 可是呢 他到这个 地上 他这个我们这个世界 他也 用同样的 理由 来指控 上帝 这边说 支撑相信基督 是教会的大部分 大部分人 就算 嘴上不说 也以态度 表明自己 接受了同样的错误 这个 法埃伦 信息 选取 复裂上帝的警告 好 再看这一句 当 以色列人 最终 得以 进入 应洗之地 他们 经常 复裂上帝的警告 例如 不可 拜 偶像 结果 他们 随从 洗脱 异教 的 习俗 有时 甚至 将其 融入 拦减 总之 立法 被改变了 以色列国 也 尝到了 苦果 好 这样 再看下去 生命纪 第四章 第八 第三到四节 耶和华 因 巴黎 比 皮尔 的 事 所行的 你们 亲眼看见了 凡 随从 巴黎 皮尔 的人 那 耶和 华 你们的 神 都 从 你们 中间 除灭了 唯有 你们 专 靠 耶和 瓦 你们 神 的人 今日 全 都 存 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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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 里面 这个经文 里面 有 有 描述 请你们 去 看一看 描述 说 这个 拜 这个偶像 这个 巴皮 巴 阿皮 拜这个偶像 的 上帝 都要 消灭 他们 看来 好像是 很残酷 可是 上帝 有上帝 的 理由 和原因 所以 我们 要 从 另一个 角度 来 看 上帝 的 作为 好 请看 下去 以色列人 住在 圣庭 百姓 以 某 亚女 凡凡 云乱 他们 又叫 百姓 来 一同 给 他们的 众 神 献祭 百姓 百姓 就 吃 他们的 祭物 跪拜 他们的 众神 以色列人 与 巴 利 皮尔 联合 耶和 瓦的 怒气 就 向 以色列人 发着 好 再看下去 耶和华 对 摩西 说 将 百姓 中 所有的 主掌 在 耶和华 面前 对着 日头 献挂 使 耶和华 向 以色列人 所发的 怒气 可以 消了 于是 摩西 对 以色列的 审判 观说 凡属 你们的人 有 与 巴利 皮尔 联合的 你们 个人 要 把 他们 杀了 好 再看 下去 摩西 和 以色列 全会 就全会 中 正在 会 幕 门前 哭气 的时候 谁知 有以色列 中的 一个人 当 他们 眼前 带着 一个 迷电 女人 到他 弟兄 那里 去 祭司 亚伦 的 孙子 以利 以利 亚 撒的 儿子 菲尼哈 看见了 旧 虫 会 种 起来 手里 拿着 短枪 好 再看 下去 跟随 那以色列 人 进 庭 之 里 去 便将以色列 人和 那 女人 游腹中 赤头 这样 在以色列 人中 云狱 就 止息了 那时 赵云狱 死的 有 两万 四千人 这个是 上帝 把他们 都消灭了 因为 他们 拜这个 偶像 拜这个 偶像 是 非常的 严厉 好 请再看 下去 耶和华 小域 博西说 既是 亚伦 的 孙子 以利 亚 撒的 儿子 菲尼 使我们 向以色列 人 所发的 怒笑了 因他 在 他们 中间 为我们 的 严固 日新 使 我不 在 寄邪中 把他们 除灭 好 再看 下去 因此 你要说 看啊 我将 我平安 的月 是 给 他 这月 要 给 他 要 给他 和 他的 后 于 作为 永远 当祭司 执任的 月 因他 为神 有热心 为以色列人 赎罪 好 再看 下去 对 那 那 看下去。 无论我们对以色列人将周边一些异教国家销毁殆境的事迹感到多么难以理解, 这段记载肯定有助于解释上帝下达这道命令的缘由,以色列人本该向周围的异教国家见证真神上帝, 他们本该成为榜样,向人们展示何为真正的敬拜结果。 好,再看下去。 结果他们却追随了异教的主神,将本印章显给世人的上帝彻底抛住脑后。 好,请再看下去。 虽然行云一直往往带属灵的含义,形容以色列人拜偶像并随从异教的风俗, 但在这段经文中,以及故事的其余部分,至少在一开始的地区,设计性患罪。 好,再看下去。 好,再看下去。 非常普通的,就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对这个女人的这个诱惑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就像那个Samson,Samson被女人诱惑,所以后来也被,也去崇拜他们的,敬拜他们的这个偶像。 好,请我们再看下去。 毫无理问,肉体的隐形也会导致属灵的淫乱。 参与其中的人最终陷入了异教崇拜,代表他们。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以某种方式依附了这个假神,甚至向他献祭。 尽管上帝吩咐过,摩西也教导过。 但在这个激情和肉欲中,以色列人还是将这一切彻底抛弃了。 好,再看下去。 这样的事,为何会发生呢?很简单。 当他们的良心变得坚硬,不在于肉体所犯下的罪,就容易接下来的灵性上犯罪。 而这就是撒但终极的目标。 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已经堕落到无与复杂的地步。 好,再看下去。 就在摩西和以色列会众在会幕前鼓起的时候,有一个人还大摇大摆地将他的米店女人带进营地啊。 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紧密相连的,二者可谓存此相依。 我们从以上圣经的记载中,可以学到什么关于放纵情欲对灵性所带来的危险呢? 好,再看下去。 好,再看下去。 专靠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啊? 不,再看下去。 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人,今日都存活。 这也算是提醒大家,提醒我们,要专靠耶和华上帝,要专靠你们。 别忘了要注意,专靠这非常重要。要专靠,只靠上帝。 好,再看下去。 西伯来文,专靠一词,常常表达对自己以外知识的一种坚定毁身。 第2章24节。 使用了同样的西伯来治根,表明人要离开父母,与虚子联合。 好,再看下去。 在生命中,都还出现了四次。每次都是同样的意思。 这百姓要与上帝联合,紧靠啊。 这个也算是对我们的提醒,要和上帝联合,紧靠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们硬将自己献上给主。 并从他那里,吸取能力和力量,献上给主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全部,就是要全部,全心献上给主。 这样,我们就能够从主那边,得到力量和能力。 好,再看下去。 要留意的是,百姓是这个动词的主持。 他们必须做出专靠,专靠上帝的行动。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专靠上帝。 借助上帝的大能与力量,避免落入罪恶陷阱。 好,再看下去。 上帝是信实的,他能保守。 我们不知跌倒,但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要专靠上帝,像那些在巴黎比尔事件中保持忠心的人。 假如我们这样做,那么就可以放心。 不管遇到什么试探,我们都可以保持忠心真。 好,再看下去。 有那大国。 再看下去。 在圣明记第四章第四节之后的几节经文,可以算得上是整本圣经中最深刻、最美妙的经文之一。 希伯来文的地缺精妙的绝,甚至可以说,生命纪最核心的信息就在这里。 其他的内容可视为对他的理聪。 当你读这段经文时,请思考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将其中原则应用于今天的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读了经文,就要把经文所教导的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 好,再看下去。 主,主希望百姓明白,他们被呼召拣选是有特别原因的。 他们是一个大国,正如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从迦勒底出来时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好,再看下去。 使他们成为大国的目的是为了教地上的万族,因他们得福。 。 虽然,这中级的祝福是弥赛亚接着犹太人的血脉来到世界。 但在此之前,以色列人应做世界的光,我还要使你作为外邦人的光。 这都是,当然,好像是对以色列人,好像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可是,全部的经文也是指着对我们讲。 所以,我们别忘了,我们是以色列属灵的。 好,再看下去。 。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第1集,以色列49第6节。 这话,不是说世人能在以色列人身上得救赎,而是借助他们那位除他挤外,别无拯救的真神上帝,要被显明出来。 好,再看下去。 以色列人所敬拜,侍奉的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天地的主宅。 而异教徒所崇拜的是岩石、木头和鬼魔。 在这个,多么显明的对比啊。 好,再看下去。 在这几节经文中,摩西指出以色列人的两点特别指出。 第一,上帝与他们亲近。 他借着圣所,这个独特的方式,与他们同居。 第二,他们拥有超越诸国的公义的律列典章。 再看下去。 你的智慧和聪明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智慧和聪明是哪里来的? 智慧和聪明是从上帝的律法和祂的乐得到的。 并不是说,律法和乐能够贡献这些给大家,给以色列人。 我们,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了这些律法和典章。 那叫这个律法案典章,去服从,去把它顺从,顺服,去做。 这才是上帝的智慧。 能够,能够就是能够品尝,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智慧和理解。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 谢谢。 谢谢。